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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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那裡去噴巴露水? 簡仔在這裡搞噴泉 知不知道? 我上星期有個同事得了燈甲熱 吃又吃不好睡又睡不好 還要瘦了一圈 糟了,我在這裡坐了那麼久 咬到整身都是燈甲 我不會特地隔夜 體溫正常 不過夏天一度 燈甲是特別浪死的 到處都是燈甲 是呀,很癢 怎麼辦 不用的,不用的 最近網上有一款新型的燈甲 只要戴在手上就可以燈甲 嘩,很難聞 現在又給你 就是這種刺鼻的味道才可以燈甲 快點戴吧 你試一下吧,真的有用的 你試一下吧 是真的嗎 留言變廣,查了再說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水恩 夏天到了,蚊蟲就會滋生得越來越多 一不小心就會很容易被蚊蟲咬到全身都是包包 嘩,真是很頭痛 有時候甚至乎會被蚊蟲咬到心臟等等的器官受損 我們一起來看看 近一點時間,廣州有時暴雨如珠 有時連日暴曬,氣象條件多變 不少朋友都吐槽被來歷不明的蚊蟲釘咬之後 長時間皮膚恨養,甚至告報發炎 除了燈甲熱,流行性出血液和劣疾之外 一種立刻刺體導致的高蟲病 也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 正正是因為這些蚊蚲這麼厲害 於是乎商家就看中了商機 我手上拿過這個就叫做驅蚊手環 傳說中驅蚊非常之厲害 不少的家長都會購買一個給小朋友佩戴 不過這個驅蚊手環是否真的有用呢? 今期節目我們一齊來調查一下 驅蚊手環就是在超微纖維紡織布當中 介入天然的精油成分 好似香蚊油,檸檬油加利精油,分熱草精油 利用這些精油非發散發的香味 達到驅蚊的目的 驅蚊手環是否真的含有這麼神秘的成分 可以有效地驅蚊呢? 在調查之前我們先聽聽街坊的意見 應該可以吧,有味道應該可以 嗯,應該可以驅蚊 應該冷吧,有那種刺激性的味道 但是不知道寶寶帶來會不會好 應該沒用的 應該有用吧 為什麼可以 通過街坊我們發現不少人都認為 驅蚊手環具有一定的效果 不少人認為因為它具有非常刺鼻的味道 所以可以達到驅蚊的效果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驅蚊手環並沒有效果 那麼各大商場的銷售情況又是怎樣的 現在其實很多大商場和英友宜的用品店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驅蚊手環的身影 在網上都看到很多品種不同的驅蚊手環 那麼這個銷量究竟是如何的呢? 這個驅蚊手環是否真的好像傳說中所說的這麼神奇 可以有效地驅蚊呢? 那麼我們現在馬上來搜索一下 調查員在希望網上搜索驅蚊手環 馬上彈出各種價格不一 品種不同的驅蚊手環 有些低至四毫子一角 有些則要十幾二十元 接著來調查員瑞茵選擇在網上 銷量最好的一款驅蚊手環 點擊進去 發現成交紀錄居然高達一萬幾條 好評如潮啊 寶貝很不錯 說到就馬上拆了一條看看 以前沒用過這個味道和文藝差不多 挺濃的 驅蚊應該也不錯 同時看到藝人還送了一條 都是挺新奇的 哈哈 下次還會來 東西收到了馬上就帶 聞起來很清新的感覺 晚上兒子都帶著它 文字都沒有咬它 超讚 給五星好評吧 通過剛才的一番搜索 我們看到這個驅蚊手環 都是頗受大家歡迎的 而且從網上看到這個成交紀錄和評價 看到大家都是持肯定的意見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實地考慮一下 看這個驅蚊手環到底有沒有作用 人家來公園都是約會、散步 唉…但是我呢 是過來餵蚊的 為什麼說過來餵蚊呢 因為這個手環 為了實地考察一下驅蚊手環的功效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調查月水恩來到廣州六湖公園 這裡的風景優美、草叢、繁盛 應該有很多蚊叢了吧 好,大家看到我手上已經帶了兩個手環 這兩個驅蚊手環都是我從網上買回來 銷量比較好的驅蚊手環 我現在先聞一下它們的什麼味道 第一款呢 味道很鞠鼻 第二款也是很鞠鼻的 既然它們的味道這麼大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驅蚊呢 接下來的時間 我決定親身體驗一下 那我現在就已經帶在手上了 立刻去感受一下 好味啊 接著來的時間 我們的調查員水恩將會在公園裡面到處走 看看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的調查員會不會被蚊咬傷 好了,一個小時過去了 那我先聞一下這兩款驅蚊手環的味道 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發現這兩款驅蚊手環的味道 沒有之前那麼工備 那些味道好像漸漸地消失了 難道它真的發揮了它的作用 咦? 現在我發現這一個小時內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蚊蟲咬我 難道這個驅蚊手環 真的可以有效地驅蚊? 現在在這麼多蚊蟲的公園裡面 我們的調查員居然沒有被咬 是否因為蚊蟲不夠多呢? 接著來,我們換一個地方試試 不要玩了,不要開玩笑了 唉,為了節目效果 我決定還是豁出去 那我現在就來到蚊蟲比較集中的地方 就是竹林的旁邊 我想這裡的蚊蟲應該夠多了吧 唉,我想要不要這樣 不是竹林嗎? 喂,不可以啊,不要走啊 嘩,是… 不要忘記了 我手上還有這個驅蚊手環 我想我戴著它 蚊應該不會來咬我吧 不是吧? 只剩下我們的調查員 一個人和蚊獨處 會不會太殘忍了?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15分鐘之後 調查員會不會被蚊咬到全身都在 答案馬上揭曉 好,15分鐘過去了 現在蚊蚊蟲實在太猖狂了 剛才我明顯感覺到蚊蚊在我耳朵邊 旁邊響響響響響 調查員在這麼多蚊的環境之下 釘咬的情況還是比較樂觀 看來這個驅蚊手環是否真的有用的呢? 我們先不要這麼早落定論 或者進一步驗證這個驅蚊手環 到底是否真的可以驅蚊 在瑞茵一個人獨自和蚊作鬥爭的時間裏面 我們的編導已經出發 去到廣州市一家昆蟲研究所 看看可不可以找出答案 在這裏 專家說我們準備了一個透明的玻璃箱 箱裏面飛滿了大大小小的蚊 那麼近距離觀察蚊 是否覺得有點皮膚痕呢? 我們先來隨機抽取一下 驅蚊手環放置在充滿蚊的玻璃箱裏面 看看蚊撞到這樣的驅蚊手環 會有怎樣的反應 第一款驅蚊手環一放入骨箱裏面 馬上就有不少的蚊好奇地圍著它飛 數量還是多少 而另一款驅蚊手環情況要好一點 周圍的蚊數量明顯減少 難道真的可以起到驅蚊作用? 或者進一步得出驅蚊手環 到底有沒有驅蚊效果? 稍後我們的戰者將會親身上陣 用自己的肉體 看來和蚊來得更近距離的集中 嘩!我們的戰者一張手伸入玻璃箱裏面 不少蚊就撲上來狂咳 甚至都不願意離開 看來這些蚊都非常熱情 在接觸的時間裏面 我們的戰者分別配戴不同款式的驅蚊手環 決定親身掀一下驅蚊手環的效果 第一款從網上購買回來 價值兩元的一號驅蚊手環 一伸入玻璃箱裏面 不到兩秒 即刻有蚊猛撲上來 吸到進進有美 將我們戰者的皮膚已經釘咬到紅腫了 第二位戰者同樣配戴上我們另一款驅蚊手環 二號手環價值五元 那這一款驅蚊手環會不會產生效果呢? 我們食物二袋 手都未完全伸進去 手臂上已經佈滿了密密麻麻的蚊 看來這一款驅蚊手環對我們的蚊 絲毫沒有威懾領 最後一款驅蚊手環隆重登場 這一款天藍色的驅蚊手環同樣在網上購買 扮蚊一條 我們的戰者帶著三號驅蚊手環 好像周圍沒有蚊一樣 都飛得非常遠 上下擺到一下再觀察久一點 看看是不是三號驅蚊手環發揮了作用 另外兩分鐘的觀察 我們發現戰者帶著的三號驅蚊手環所向披靡 取得最後的勝利 通過我們的戰者帶無謂的犧牲精實 我們的實驗終於得出了結論 一號和二號驅蚊手環的驅蚊效果 不是特別明顯 可以說是C號沒有效果 而三號驅蚊手環突破了我們的預想 對驅蚊在一定的威懾力達到驅蚊效果 通過剛才的一系列實驗 可以表明一號和二號驅蚊手環 是不能夠有效地驅蚊的 只有三號驅蚊手環 是有驅蚊的效果的 那是不是就證明三號驅蚊手環當中 是有特殊的有效驅蚊成份呢 因為它這個各個廠家可能不一樣 有些可能放避溫鞍 有些避溫紙 甚至有人打著那個所謂的天然的 就是那個小貓油一類的都有 因為在五花八明現在實驗上關係 戴在手上以後 你覺得有沒有效果 最好的一個檢驗 鼻蚊鞍 這個是一種化學物質 常溫下呈現淡黃色 通過廢發在皮膚周圍形成氣臟屏障 原來這一種驅蚊鞍產生了作用 對那些蚊產生了威懾令 想知道三號驅蚊手環當中 有沒有含有鼻蚊鞍呢 我們立即開始送檢 為了搞清楚這幾款驅蚊手環當中 到底含不含鼻蚊鞍 我們請到了廣州市打員檢測機 協據聶山山老師為我們進行檢測 對我檢測我們發現 一號驅蚊手環當中的鼻蚊鞍含量為0.25% 二號驅蚊鞍含量為0.37% 三號鼻蚊鞍含量為1.4% 三者相對比 三號驅蚊手環遠遠超過一號 二號驅蚊手環鞍 而在檢測過程當中 我們還檢測出三號驅蚊手環當中 含有大量的化學香症 看到了這個鼻蚊手環真的有用的 哪有鼻蚊?可以驅蚊的 你帶著吧 好,這次就算你贏了 有這個鼻蚊手環 我就不用怕被蚊咬了 好,你放心帶著它 我有事,我先走了 走吧,再見 市民根據同事小孩的介紹 對驅蚊手環的功效還是深信不疑 在日常生活當中 市民經常會記得佩戴著這樣的驅蚊手環 不過配戴兩三天的驅蚊手環 市民手上出現了一粒粒的紅斑點 並且有紅腫的情況 身體也有明顯感到不舒服 通過檢測我們發現 這個驅蚊手環當中含有鼻蚊鞍這種成分 而鼻蚊鞍是有效地避免蚊蟲的釘咬 不過最近有一則新聞 就說這個驅蚊手環會令到兒童中毒 我們一起來看看 2015年4月24日 湖北祖陽市七方鎮龍興小學 三名小學生購買了一包驅蚊手環 他們是在課室裡帶著來玩 很多同學都圍過來看熱鬧 手環發出刺鼻的怪味 29名學生陸續出現頭暈、惡心、腹痛、紅腫等症狀 被緊急送到鎮的衛生院治療 咦?配戴這個驅蚊手環會中毒? 是否因為這個驅蚊手環裡有什麼有毒的成分? 我們之前也檢測過 這個驅蚊手環裡有些能夠有效驅蚊的成分 難道是因為這個被蚊鞍有毒? 我們也去通過實驗來驗證一下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已經準備 三個從不同渠道買回來的驅蚊手環 當然還有我們的實驗小助手 三隻小白鼠 我們現在實驗開始了 在接著來的時間裡 調查員瑞欣會在之前檢測過的三碗驅蚊手環裡 放入小白鼠框 觀察10分鐘、20分鐘和30分鐘之後 小白鼠的反應 好了,10分鐘過去了 我們看到三隻小白鼠都是緊緊跳 牠們的精神狀態都是比較好的 我們再觀察10分鐘 看看20分鐘之後 牠們的精神狀態有沒有什麼變化 20分鐘之後 三隻小白鼠的精神狀態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不過放置3號驅蚊手環的箱裡的小白鼠 似乎有點精神披靡 難道驅蚊手環真的起了作用? 好,30分鐘就過去了 我們看到1號和2號的小白鼠 精神狀態都是挺不錯的 我們看到3號的小白鼠 它居然… 它居然躲在角落頭裡 而且它的精神狀態不太好 而且我們看到牠是不肯去靠近驅蚊手環 難道這個靠近驅蚊手環是有毒? 那如果有毒的話 它有毒成份又是什麼呢? 例如玩的話 假如真正作用農藥 它在區域方面 它現在有些是把它作用農藥一個範疇來管理的 那麼假如具有三症 就是農藥登記症 生產吸口症 還有資料 所謂的備案檢驗證 產品的資料 所謂的檢驗證 那麼有三症的話 這個應該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就是在家裡面 在室內我覺得這樣應該還是不太好用 就是除了到野外 要你穿短 西圓會穿裙子的 就是這樣看的人 在脖子啊 手上啊 就色彈圖一些是 因為在這種 登革高趴的季節的話 還是不要用的 但對小孩老的 我建議還是盡量不要用的 就是這種病毒 畢竟它太有刺激了 同一個專家解釋 我們明白到市場的一些區域手環 之所以可以有效地避蚊蟲 是因為其中添加了不少的化學物質 而這個有效區域的化學成分 對我們人體實際上是有危害的 我們調查到這裡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都知道 這個區域手環是存在很多安全的隱患的 所以各位都是不要再使用了 不過夏天一來 蚊蟲就肯定是防不勝防 這個登革熱的話題又開始火熱起來 登革熱是登革病毒 經過蚊蟲傳播引起的急性蚊蟲傳染病 臨床表現為高熱 頭痛 肌肉 骨關節 脾裂酸痛 脾塵等等 防止登革熱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家裡的清潔衛生 特別是家裡的衛生死角 避免流下積水令到蚊蟲滋生 蚊蟲的釘咬是會干擾到小朋友的睡眠和休息 還會傳染藥質、月形腦炎等等 所以防蚊和驅蚊就是保證BB健康的一大任務 登革熱時藥來暫 我們BB的皮膚又這麼嬌亂 很難抵抗蚊子的釘咬 媽媽們就回答他們 針對嬰幼兒的驅蚊方法 專家會有什麼意見呢 專家除了告訴我們 在戶外注意驅蚊的一些小方法之外 還告訴我們室內驅蚊的方法 家居的話 假如是目前的話 我覺得最好是物理方法 就是說通過家裡的睡覺掛溫帳 一個是裝備比較質量好的 殺窗、殺人 別的物理方法 就是有些用那個 那個熱溫燈 但是在家裡的話 就一定要用那種高壓 那種熱溫燈 也是物理方法 就注意一定要 不要讓小孩 熟悉摸到碰到 也是電到的 然後用化學方法 就還是畢竟在家裡 還是補 有時候用氣溫片 也可以的 但是呢 假如有小孩的話 建議還是這種 所以那種 氣溫藥 氣溫藥 還是經營家裡少用 遲至下日 因為皮膚嚴重 而去到醫院就診的BB 逐漸增多 因為錯誤選擇了 涂茶類的驅蚊產品 而引發皮膚過蚊的BB 佔有一定的比例 對此 醫生提醒大家 要小心謹慎 為BB選擇驅蚊產品 防止引發皮膚過蚊 你要用的話 可能是用一些 就是能噴的 噴在它的衣服上 不要接觸皮膚 有些可以 有種小型的那種噴霧器 可以噴在 噴在那個小腿之後 也是在衣服上 都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市面上 那些滅蚊的噴霧劑 和蚊香 因為含有一定的化學成分 對BB們都有一定的危害 它蚊方法有千萬種 哪些才是對BB們最有效 最安全的 之前我們的節目 亦都做過一些 驅蚊方法的調查 譬如說 一些蕃茄水 大蒜 還有蜂油蒸 等等 亦都總結了一些 有效的驅蚊方法 沒錯 那我們事先 在桌面上 已經準備好四個玻璃箱 那我們來看看 一號的玻璃箱 一號的玻璃箱 我們拿了一個盆 裝了一些啤酒 放了下去 二號的玻璃箱 就是裝了糖水 三號的玻璃箱 就是拿了一個盆 塗滿了驅回寧堂漿 四號的玻璃箱 我們就拿了十克的洗衣粉 和一些蕃茄絲 還有水攪拌出來的 鹼水盆 究竟這四種方法 哪一種的滅蚊效果最厲害呢 我們現在就已經放了四十隻蚊左右 分別放在四個玻璃箱上面 一個小時之後回來 我們再來看看滅蚊效果 哪個最厲害 一個小時之後 炭香結果出來了 好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 四種方法 究竟哪一種的滅蚊效果最厲害呢 我們先看看一號的玻璃箱 一號的玻璃箱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蚊已經是掉了 去裝著啤酒的那個盆 邊邊還有三四隻在飛 二號的玻璃箱 裝著糖水的盆 裡面已經是全部的蚊都死了 在裡面 我們看到它邊邊 正在飛的已經剩下一兩隻左右 我們再來看看三號的玻璃箱 三號的玻璃箱 看到正在飛的 都是有十幾隻的 明顯是比剛才那兩個要多 我們看到已經有少少的蚊 掉了在盆裡面 我們來看看四號的玻璃箱 咦 四號的玻璃箱 我們看到邊邊明顯已經有幾十隻蚊 還在這裡 我們看到盆裡面 都是剩下一兩隻左右 換言之 按照剛才的情況來看 滅蚊效果最好的就是二號 裝著糖水的這種方法 沒錯 本次滅蚊大戰PK大賽的冠軍 就是二號玻璃箱 用糖水滅蚊 蚊蚊蚊叮咬 確實是一件非常煩惱的一件事 不過看到這裡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都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驅蚊的方法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做一次調查總結 本期節目調查總結 第一 驅蚊手環雖然有效 但是含有有毒成分 不應該經常使用 第二 BB驅蚊產品應該多加緊實選擇 防止皮膚過敏 三 夏季戶外運動避免水邊 尤其是封閉或者流動緩慢的水域 長時間逗流 室內可以懸掛一些香浪 或者養殖一些綠色植物來去蚊 俗語都有說 乾烏鷹濕蚊子 大家平時一定要注意自己乾淨的居住環境 和戶外運動的時候一定要避免潮濕的環境 好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的話 亦都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官方微信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